台股在周二开高走高 中场上扬了37点 收在9240点 这再创6年来的新高 分析师周赵阳说 本周的台股进入了股东会高峰期 在鼓励集材还有看望下半年景气的利多的加持之下 那么将会持续高档盘间走扬 它也看好是电子族群 包括了苹果、PC跟物联网 传产部分则是看好欧美复苏相关 例如汽车零组件等等 更多的内容我们带你来看 就是冷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